嗨 晚上好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我的拍摄小工具 就是这台大疆的Action 3运动相机 这个是第三代 现在已经出到第四代了 我用了一年多 我觉得非常的好用 它除了一些个常规的拍摄方法 最近我就发现了 它有另外的一种比较好玩的用途 就是可以把它当作行车记录仪来用 前几天去了一趟山西 正好赶上下大雪 我回来的时候 山西段的高速路都封了 只能走这个国道 然后走着走着发现 国道上的雪景还是非常好看的 所以把我Action 3运动相机 拿出来放在我的车上 作为一个记录 顺便也记录一下回来的过程 然后除了Action 3以外 我还用了大疆的Pocket 3 还有我常用的手机 我的老款的华为手机 然后还有一个松下的小微单 这几个设备作为一个辅助的拍摄工具 来记录我这次回来的一个过程 本期视频不是一个器材的评测 只是说记录我回程的路上 这些个不同的设备之间的一个画面的表现 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 顺便也听一下我讲一下路上的故事 这个是那个山西的新州 当天晚上的这个雪非常大 因为我是着急回北京 所以我打算开一段夜路 就是想把这个雪最后的这个地方 先把它开过去 因为下雪 山西的段的高速全部封闭了 现在走不了 只能走这个国道 国道的车况也还可以 就是有点黑 只能摸黑着先这么走了 然后晚上也没有用这个运动相机来记录 就是大概是先用这个手机记录的 第二天一早 我又继续出发了 现在光线条件比较好 我把我所有带的拍摄设备 全都准备出来了 现在走的是这个108国道 这个国道上的车其实也不是很多 但是即便如此 也不敢开得太快 大概速度也就是50麦公里左右 这块出了一点小插曲 因为我这个导航是选的最优的路线 也是最快的 然后它经过检测 就是检测出了一条路 它让我超近路往一条路上去拐以后 能有一段能开到一段已经开了的高速公路上 我呢也没有多想跟着导航走 路上的景色呢也比较好看 就接着往前开 结果没想到呢 它给我带到了这个平行关长城的关口 开到这以后呀 几乎就没有车了 就觉得哎这条路可能还真行 毕竟有车下来了 所以也没有也没有多想 就继续再往上开了 又继续走了一点以后呢 才发现终于有车呢 抛锚在这个上面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这个应急指挥的车也过来了 说前面太危险了 不要再往上走了 因为再往上走呢 就全都是下坡了 非常的危险 然后呢就指挥我们在原地掉头往回走了 前头还有几辆车啊 大家基本上都在这儿一起掉头往回走了 这个导航呀也是挺有意思的 它明明呢想带你走一条近的路 但是呢它却还是计算不到这一点 我刚才就从这儿过来的 它导航就是从这儿让我往这边走 那太危险了 行行 好嘞好嘞 多谢啊多谢 这个应急救援车呀 来的真是太及时了 真的是非常感谢啊 然后帮我们这个协助我们掉头往回走 还给那个指引了一下这个正确的路线啊 在这儿呢非常感谢 现在呀已经回到这个108国道上了 打开这个导航以后呢 它还是继续推荐你走这条路 还在不停的让你掉头掉头掉头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没法听它的了 暂时先把它关一会儿 先开一段开一段这个108国道 然后过一会儿呢再把它打开 其实这会儿这个国道呀也还是挺好走的 车呢也比较少 无外乎呢就是可能速度开不起来 你在高速上呢可以开100多 在这儿呢可能也就连一半都都不到 反正我是基本上全程都是50左右保持着 而且有的路段呢这个景色非常好看 慢慢悠悠的开再欣赏一下这个景色也是不错的 我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了一下 然后顺便呢下车清理一下这个轮胎上的这个积雪啊 走了半天这个轮胎上的雪都已经快把这个轮胎都给给固住了感觉 平时走这个国道呀 这个两边的这个景色呀可能没有那么突出 都是很普通的这个房屋还有这个山 但是现在还不一样了你看远处的那个山山上的那个积雪啊非常好看 还有这个村庄啊看起来都是非常的非常的不一样 这个国道上的这个产雪车呀也在努力的这个工作尽可能的这个恢复交通啊 但是它比较慢啊咱们在这个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呢咱们把它把它超过啊 我这个车的这个雨刮器可能不太好用了也刮不太干净嘛 继继续往前开啊路过了一个又一个的这个村庄啊 每一个村庄呢那这个风格啊都不太一样 其实也就是着急回去如果不着急回去的话应该在这儿好好的拍一拍照片 这儿的这个景色一定会非常的浮片的 有时候呢就是这样网上不是说了吗 当你去一个地方旅行的时候最美的这个风景啊都是在路上 现在看看还真是这样 但这个地方呢过去了也就是过去了 等你再回来的时候呢它就会不会像现在那么好看了 这儿有个加油站啊咱们在这儿给车加个油 然后继续上路 去北京还有260公里啊 这儿应该属于是保定的地界了 再往前呢是这个保定的这个来源啊 然后往前走呢又是走过了一个又一个的这个村庄啊 又到了一个村庄啊在这儿呢我开的比较慢 然后呢我用我的这个大江的这个Pocket 3啊 因为它是它是活动的不像那个Action 3是固定在车的这个前头的 我用这个大江的这个Pocket 3呢摆了几个不同的机位啊 这样来这个模拟这个多机位的一个拍摄 实际上那个车上呢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啊 行这下好了啊 这下现在终于上了高速公路了啊 这条高速现在叫来来高速啊 它是这个来水到这个来源段的这个高速公路啊 它是属于这个属于保定 可能是保定啊离北京比较近 所以呢这个雪的积雪这个处理起来呢也比较快速一些 这个来源线啊属于这个太行山脉啊 这一片呢群山环绕继续再往前走呢 就开始了这个无止境的钻山洞啊 这个来源线啊它是这个太行山的这个北端 取这个来水源头之一 这个整个这个区域呢全都是这个这个山啊 群山起伏勾股综合啊 海拔这个2000米以上的山峰啊有好几座 所以咱们后边呢可能还要继续再钻一段这个这个山洞啊 所以我们看到了 呢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远前面是这个宝丁的这个溢线 咱们在这个服务区这修整一下 跑了一路 这个车路上的这个积雪又多了 咱们把它清理一下 然后继续上路 现在这个溢线 这基本上这个雪已经停了 不下了 可以看到现在这个高速的路况 已经非常好了 一点积雪都没有了 从这个来来高速 然后咱们转这个G5 这个应该是金坤高速 然后从这条高速 咱们就可以直接进京 终于到了房山的进京检查站了 过了这儿 就基本上属于是北京市区了 行出了这个金坤的这个收费站 我是往前开 然后转那个G4的金港澳高速 然后再上这个四环路 然后我就到家了 行视频到这儿呢 基本上就算完事了 大家呢 可以参考一下这几个拍摄设备的 这个画面的这个不同的效果 进行参考 这几个设备呢 都是用的普通色彩 基本上都是指出 没有那个后期调色 好 已经上四环了 那个马上到家 感谢收看